亚运会中国南蓝全胜,以低组第一的身份进入了下一轮,而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大魔王周琪毫无疑问成了亮点, 而周琪两战合计坎下34分,15篮板,石盖茂,大出统治级别的表现,但是总共14次出手是不是有问题,手感良好的周琪在中国队拿不到球,这个14次出手仅在中国队排第四,第一是丁燕宇航与赵瑞19次,第三是刘志轩15次,这里你们就感觉有问题了吧,出手次数第四的周琪拿到了全队最高分, 而剩下的人却还没周琪第一场得分高,一群人乱打,乱投,乱突,当然丁燕宇航是因为有伤影响了命中率,但是有些球没办法他必须的攻,这刘志轩,赵瑞到底是在玩什么妖娥子,看来没有了赵继伟,中国的空位线找不到师也好,能给周琪传球的人了,不过有一点可喜,那就是你们,有没有发现周琪长高了, 出入联盟战力摸高2.91,现在能看出来周琪能点着脚摸框了,这就是NBA啊,能让周琪拥有强壮身体的同时,还是继续长高,也是人家训练有体系,这样一来感觉周琪的摸高达到了戈贝尔的高度,不过发现了一个周琪中距离投蓝图, 你们能感觉到周琪的中距离出手后,球在空中基本是不转的,而顶级的中投手例如乔丹,可比中投球旋转得很厉害,不知道为什么火箭队并没有给周琪指正,可能是德安东尼,并不需要周琪拿到一个中距离的分,三分球投蓝没有问题,旋转手型都很完美,各位请放心。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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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